5月9日 广西百色有卫星残骸坠落山间 黄色烟雾冲天 周边三个县市居民称 听到巨响 视频显示 广西百色一村庄附近的山坡上 有不明物体坠落 冒出滚滚黄烟 有网民称 这是火箭残骸冒出的黄烟 可能有剧毒 当地网民在评论区爆料 百色市的右江区汪电乡 隆林县 德宝县都听到一响 靠爱国谎言 替中共站台的学者张维为 日前到马来西亚演讲 有学生提问瑞士永居问题 嘲讽他 引发笑声一片 据传提问的是 中国留学生 5月9日 网上传出视频显示 在某大学的礼堂内 张维为正在台上与主持人对坐 观众席后排的一位男生 手持话筒提问 张维为老师啊 我今天想办瑞士永居啊 老师作为过来人 能给我一点建议吗 问完后 他还追加了一个啊 观众席上的学生们 随即爆发一阵惊呼和善笑 许多人和提问的学生一样 都是说汉语 台上的张维为没有回答 而是转头和主持人交流 众网友爆料 事发5月8日 当时张维为正在马来西亚的 马来亚大学演讲 提问的是一名中国留学生 张维为一直没有回答问题 张维为在成为中共国师之前 曾在欧洲生活了20多年 主要生活在瑞士和法国 十多年前 他在欧洲发表爱国文章 或参加中共的统战会议 都以瑞士学者自居 早年的大陆党媒报道他时 也都标注瑞士国籍 或者瑞士学者 因此 有关张维为瑞士国籍 瑞士永居等传言 在民间可谓由来已久 张维为回国发展后 许多网民嘲讽他拿着外国身份 吃着爱国饭 张维为近年来 以各种反制的爱国言论著称 屡屡被中国网民嘲讽 获封中共国师 你好张维为老师 我最近想办 英语 张维为老师啊 我最近想办 因为是永居啊 老师能作为过来人 给我一点建议吗 啊 张维为老师 我最近想办 因为是永居啊 老师能作为过来人 都给你有建议吗 啊 张维为老师 我今天想办啊 因为是永居啊 老师能作为过来人 都给你有建议吗 啊 没别的吃的 就这个 要不够再给你两个够是吧 啊 好了好了好了 行 别哭了 别哭了 坐那去吃吧 啊 好嘞 打到龙海高架子 查特斯拉干啥的呀 这 所有的特斯拉 统统在龙海高架上靠边 一个都不能上 因为刚开始 我说这是查货车 查货车 这有一辆特斯拉 哪一辆特斯拉跑了 天哪 哇 现在迷糊了 迷得下来啥子哦 迷不下来 好像迷得大了 迷不下来 他啥子那个板板是那种 边上那边真的夹着泡沫 这种咋可能迷得下来嘛 一个人 迷不下来 迷不下来 我擦这个月也再也烧 你看月也再也大了 你看好啥子哦 月也再微凶了 这还没拿两腰就 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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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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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了早了早了 早了早了早了 早了早了 早了早了 这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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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City I say 早了早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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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飞机就开始下降 大概用了20分钟 飞机就落在了合飞机场 当时地面就已经有120在等待 飞机一停稳之后 人们就把那名旅客一起抬下飞机了 就这个地方下雨 好神奇啊 我们吃心里面都会保证 哇 你们看五分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而我们要求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所以我们上次行开的 这个地方 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在这里 一直四天 看看啊,这城管暴力执法啊,看看啊,錄下来啊,发法啊,这啊,录下来啊,我,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啊,陆着,我是普通老百姓,城管暴力执法,我录下来,啊,你可以有权罚他,知道吧,但是你没权杂人车啊,你知不知道啊,你现在可以告诉他有权啊,我是证据人,你可以告诉他啊,电话号留下啊,城管暴力执法啊,杂一个车了,又杂一个啊, 我就普通公民 你没招呼啊 你是干啥的 有证吗 那你为啥咋 你是哪 哪请来的 说 你这个好 给你录下来啊 到市长给你打电话 接受举报市长 是不是 他是你请来的 黑恶势力吗 我问你呢 是不是你请的黑恶势力 我啥也不干 我就普通公民 我要给你录下来 来来来 对看看啊 你是干啥的 我普通公民 你是干啥的 我是普通公民 我给你录下来 录着 录下来 录下来 看看啊 咱们大家都看看啊 场馆到这就砸车啊 我就普通老百姓啊 你把人有哼呢 咱们那个车 砸这个车啊 给他车都录下来 妈 看看给播的都给招了啊 你可以举报他啊 我给你当证据人 夸夸就砸车 什么时候 大家伙都看看啊 老百姓们都看看啊 没招装这人 兄弟是我的车 我车放在没营业 没营业的车啊 有人来了就砸车啊 咱都录下来啊 我来了还在这 第一没招装 第二没五的啊 不只是干啥的 干哪请来的 黑恶势力啊 那你上去就砸车 不是黑恶势力吗 啥就黑恶势力啊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升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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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